现在来到的是镇定的赵云庙 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场景 就是赵云当年长板坡 救后主刘善时候的一个场景 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刘备身边保护刘备的 警备司令部的司令 单兵作战能力非常的强 所以为什么才有赵云三国演义当中 七进七出去救阿斗 这有一块文宝碑上面写着 三国名将常胜将军 顺平侯是他去世以后 由刘善给他追风的一个顺平侯 就是他嗜好赵云顾礼 镇定的1997年在这个地方提起来的 来咱们从这往里走了 这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的赵云庙是一个2A级景区 门票是表清明的 门票让20块钱一个人 免门票的范围还是常规免门票 70以上的老人 1米2或者6周身以下的小孩 残疾人朋友 然后现役军人 这几大类我们还是常规化的门票的 不过20块钱门票还是表清明的 搭来可以买张门票 进去逛上一会感受感受 这个常善将军来自于我们河北 石家庄镇定的 这位三国时期的五股上将 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 那咱们现在就进去了 来 上面有写着赵云庙三个字 这三个字也是名人提的 谁呢 就是前中国国家协费的会长 赵普初居士 在这给赵云庙提起来的 他的字写的非常的好 这个里面的占地面积是12亩地 您用12乘以666 就不到1万个平方 建筑面积呢 是1500多个平方米 里面有很多雕像 也讲述了赵云的一些故事 检票口的位置呢 有两两组这样子的铜像 那这个像是什么呢 这个像呢 其实是赵云将军的战马 这个战马呢 叫玉兰白龙居 这个地方有一块碑 现在大家看到的所有建筑 全部都是1996年以后 才在这建起来的 那咱们这呢 有一块啊 上面是这个是原碑有啊 原碑有 但是后来坏掉了 这个地方是一个复制的一块碑 大清同志年间 同志元年八月的 汉顺平红赵 中间这是惠字啊 赵云故里 同志年间由这边的一位 搞成的县市 坚属镇定县市 这个人叫胡如川 这个人叫胡如川 看到没有 在这重新建起来 这个碑也是当年立的 但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碑 已经不是原碑了 原碑已经不在了 都是复制的碑啊 我们包括这个碑亭都是1996年 1996年在这重新修起来的 对面应该是一个祭祀碑 或者是记录着赵云生平的一块碑啊 咱们过去看一下 这一块碑呢 是重建赵云庙的一块碑记 那个记事碑 在这刚好一左一右 做了一个对称 我们在这个旁边有一块石碑 石碑上面呢 写的是赵云传 这个殿语呢 叫君臣殿 既然是君臣的话 那他肯定就是 有君 有臣 君是谁 中间作者的这一位 就是刘备了 臣呢 那就是后面围着他的四位 官 张 赵 还有诸葛 赵云也长得很好看 赵云在史书上记载 赵云的身高是八尺 也是非常高大的 他俩的身高差不多 有的一拼 两个人的身高都是八尺 曹操比较矮 曹操身高只有六尺 就像没长大的小孩一样 我们在这个位置的四周 大家能看一下 这边有一些老物卷 但这个呢 跟大家标的是赵子龙的炼功使所 那是不是赵子龙曾经炼功用的呢 咱没办法去考证他啊 这个地方 来这边也出土了一些兵器 头盔什么的 这是军锅 军锅 做饭用的锅 这边是一些 这边都是一些当时啊 我们这边出土的一些老物卷 大家现在看到的 这个是四川大义县赵云墓里面的瓦当 应该是从那边拿了一些过来 另外呢 为了对赵云以示纪念 还在赵云墓的那边取了一些土过来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取自于四川大义县子龙墓的土 赵云死的时候是寿终正寝病逝的 六十多岁了 去世以后就近站在了成都大义县 大义县大家可能听的不多 但是您要听一个人的名字 刘文采 刘文采就是大义县人 赵云的那个墓 离刘文采他们那个家非常的近 这个是取自是当阳长板坡啊 湖取自于湖北的当阳长板坡啊 在那个地方是取了一些土 他当年在那战斗过长板坡 七进七出旧阿斗 两边啊 都是对他一个哎 纪念吧 算是一种方式 这边是关于子龙的一些书籍 啊 这个我们就不不过多的去看了 来 这边都是我们镇定这边啊 出土的这么样一些老的物卷 这是头码 不太清楚是哪个时代的 这竟然还有一只蛤蟆 以前这些都是砖雕啊 用在房子上面的一些砖雕都算是比较金的了 来 汉砖 汉代呢 瓦比较出名 我们有一句话叫琴砖汉瓦 对吧 来吧 这些是一些陶冠 都是一些老物件啊 但是我们的塑像 还有房子是新的 一九九九六年的时候在这建起来的 这有一些老物件来跟大家看一下 这些老物件呢 一个是前面的一对石虎 这对石虎很有可能是从别的地方啊 移过来的很有可能 那咱们这个地方有一口井 井旁边呢 还有一个银马槽 咱们现在呢 来到的是第二进院落 第二进院落呢 里面这个大殿 就是赵云将军的镇殿了 前面呢 我们还是君臣和寺的一个殿屋 这一面呢 就是赵将军的一个镇殿 咱们进去桥上一桥 井区啊 还是挺那个啥 挺用心 你看 把我们这边的绿植 这个是柏树 给他做成了一个一个士兵的样子 每一个士兵手上呢 拿着一种武器 这些呢 就是十八般武艺当中的十八般兵器 顺平侯殿 这个顺平侯呢 是赵云去世以后 刘善给他追封的啊 一个嗜好 爵位顺平侯 来咱们进去看一下他的样子啊 走了 赵云呢 娶的妻子 不祥 没有在史书上做任何的记载 但是赵云有两个儿子 史书上三国志里面 是做了很明确的记载的 老大呢 叫赵统 统一的统 老二叫赵广 这个是他的正典 我也跟大家说 包括这个暖阁 包括我们的梁 包括里面啊 所有的这些建筑 还有雕像 全部都是新的 1996年的时候 在这复建起来 1996年之前 这个地方呢 是清朝在这修过赵云的庙 但是赵云庙后期完全损毁 到了90年代的时候 这是一片空地 一片废墟 旧纸 只剩地基了 啥也没有了 所以在96年的时候 在原址的基础上 给它重新复建起来的 大家看到的这些呢 都比较新 都是后期才建的 来 我们看完大殿以后 那大殿这边呢 后边会有一些壁画 来大家看一下啊 后边会有一些壁画 这个壁画呢 就是跟大家描述了 赵云的一些事迹 大家现在看到的 这个就是五虎殿 中间C位的 那必须是五虎上将之首 关羽 关云长 左右两边分别是 张飞 赵云 马超和黄忠 在这跟大家说一说 实际上呢 五虎上将 指的呢 就是 三国演绎里面 演绎出来的教法 实际上他是没有 五虎上将一说的 在三国的时候啊 但是他们五位呢 确实是当时 刘备时期啊 刘关章 刘备时期的五位 非常骁勇的战将 刘备时期的